的确等到手机积水通常都为时已晚了 我们也询问专家比较了房间各种防水法子 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标榜涂了旧能防水的奈米镀膜 上千元的防水包膜 还有最便宜的防水手机套 到底哪种效果比较好 我们也实际的进行测试 为了防手机进水呢 房间流传各式各样的配方 效果如何 我们实际来测试看看 第一招号称在手机上涂涂摸摸 旧能防水的奈米镀膜 只要轻轻擦一下就能跟一体隔绝 但镀膜看不到摸不着 遭到外地刮除了也浑然不知 它在消耗的时候 我们肉眼是看不出来 镀膜层已经消失不见了 那我们也不知道 第二招防水包膜 手机整支包覆防水膜 重点是在金属接缝处 更要包的密不透风才有效 一般水器比较会从手机的边缝 渗进去 造成手机本身受草的问题 第三招 使用智慧型手机防水套 确认拉链夹完全密封 后称刮风下雨百分之百防水 缺点则是太笨重 装上去之后 它手机本身也是可以操作 只是比较不是那么方便跟美观 但不论使用哪种方法 至少都要将最易进水的充电孔 和耳机孔塞入防成塞 不过这么多种的防水效果 哪种最好 专家建议 防水Peple就属于包膜效果最好 但相对的价钱也最高 至少千元起跳 如果真的不小心进水了 吹完吹风机马上送维修 这样子手机会救回来的机率会比较高 专家说 手机严重泡水大部分都没救 即使救回来 也不敢保证百分之百没有后遗症 提前做好防水措施 防范未然 中天新闻成广 瑞琴玉柔台中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